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研究规划提出建议的时候 他谈了一个想法 希望中国能够在2035的时候实现 在2020年的基础上 国内生产种植翻一翻 或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翻一翻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 算起来的话 我们从2021年到2035年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要达到4.7% 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 那么应该到2025的时候 我们的人金GDP可以超过一万两千五百三十五美元 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 那这当然是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而且在世界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改变人类命运的一个成就 因为到现在为止 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世界人口 所占的比重只有18%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18%多一点点 也就是说到2025 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 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 会翻了一翻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那么到2030左右 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种子 会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呢 如果从购买率评价计算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就超过美国了 但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 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 还只是美国的70%左右 但是如果能够实现 总是就对我们未来发展的 这个预想的话 到2030年左右 就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 中国也会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发展目标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在2020年的时候 去年 我们的人金GDP按美元计算 大约在一万一千美元 最终的数据还没公布 但是我估计就在一万一千 到一万一千五百美元之间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能翻一翻的话 到2035 我们可以到到 按照2020年的美元汇率计算的人金GDP 是两万两千美元到两万三千美元之间 它会是一个中等的发达国家 那这样的目标实现了以后 当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增长建设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平均每年要4.7%的增长 靠什么 靠的当然是 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所以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 那么在今天的花园当中 我想来谈谈 我们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有哪些有利的条件 当然各位也会听到 我们有不少挑战 那有哪些挑战 那些挑战能不能克服 最后再从我这些年倡导的 新结构经济学来谈谈 怎么抓住有利的条件 来克服挑战 实现总书记提出的 这么一个发展的目标 从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来讲 我想大家知道 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 虽然从发展来讲都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 发达国家现在收入水平高 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 代表它现在所在的产业的技术 已经是世界最前沿 它所在的产业已经是互加值最高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就只能靠自己发明 那我们知道发明的挑战是挺大的 投入很高 风险也很大 那么从历史事迹来看 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前的一百多年 欧美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 就在3%到3.5%之间 但是发展中国家 现在收入水平低 代表你落货 你所在的产业手动技术不是最好的技术 你所在的产业的互加值不是最高的 但我们知道所谓创新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 你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好 就是创新 那么你下一次进入的产业的互加值 比现在的产业的互加值高 那就是产业升级 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 现在收入水平低 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代表技术跟发达国家有参技 产业跟发达国家有参技 就给发展中国家 一个可能性 就是用引进发达国家 比我们先进的技术 或收入价值 比我们高的产业 来实现技术创新 跟产业升级的可能 靠这种方式 技术创新的成本 跟风险 以及产业升级的成本跟风险 都会比发达国家小 那么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快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从1978年到2020年 实现了42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 道理很多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利用经济学上所讲的 破来者在技术创新 跟产业升级上面的优势实现 因为发达国家 不叫3到3.5 我们是9.2 发达3倍 那这么多问题就是说 我们利用的这个活化优势 已经42年了 到底这个破来者优势还有多大 那就要看我们现在的人均GDP 所代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 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那么发达国家 我们以美国为代表 我所能看到的最新数据是2019年 2019年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的 我们的人均GDP 是14128美元 相当于美国在当年的22.6% 所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然后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 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 比较好的这些国家 当他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6%左右 德国实现了16年 平均每年9.4%的增长 日本实现了16.6%的增长 韩国实现了16年 平均每年9%的增长 那么这些发展比较好的国家 利用跟发达国家 美国为代表的后来的优势 能够实现 能够实现每年9%到9.6%的增长 他们能实现 就代表我们用同样的机制 有这个可能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 从2019年到2035年 这16年的时间 从发展的可能性潜力来讲 应该有9% 那么那是过去的经验 如果今天跟德国在1946年 日本在1956年 韩国1985年比 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新的工业革命出现了 这个新的工业革命有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它产品原花的周期比较短 它的投入当然需要资本 但更重要的是原力的资本 这种新产品 新筑原花周期短 给中国像这样一个 原力资本的大国 一个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跟这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比 他们的资本已经积累了200年300年 我们主要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这40年的快速发展积累资本 那跟他们其实还有不少差距 但是从原力资本的话 那我们跟它比起来差距不大 因为原力资本只要来自于两部分 一个是先天的才能 父母给你的 老天给你的 一个是霍天的教育 霍天的学习 从父母给你的 老天给你的 其实上帝很公平 在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里面 他的聪明才是常态分配的 天才可能占百分之一 那任何国家都一样 但是如果说 他的比例是一样的话 我们是适应人口 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天才就会最多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在技术发明上面 只要一个天才发明的 那就是发明了嘛 这方面我们有优势 从霍天的教育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教育来讲的话 就是从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年 在教育上投资 那么教育上的追赶 从霍天学习的教育来看 跟发达国家 基本上没什么差距的 那么如果我们天才多 升天的才能多 霍天的学习跟发达国家比 没有多少差距 那这样子在新工业革命上面 我们是有一个新的优势 这个是当年德国 日本 韩国在追赶美国 所没有的 那么在优势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指标来看 你比如说 在这种新工业革命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企业 就是所谓独角兽 那么都是抓住这个新的技术 新的产业革命所创造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 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看 2019年的时候 全世界有484个独角兽企业 所谓独角兽 我想大家都知道 新创立不到十年 但是它的市场估价 已经超过11美元的企业 中国有206家 美国203家 我们略多于美国 2020年 全世界的独角兽586家 美国233家 中国227家 只比它略少了6家 所以这样讲起来 我们在新产业革命上面 跟美国比较起来 基本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从这样讲的话 不管从后来的优势 或是说新的产业革命 给我们的机会 那么对未来发展 我们应该是可以有信心的 因为如果说你有9%的增长的潜力 要实现总数据所讲的4.7%的增长 就像一个人 他又跑 或是我们现在新能源车 他又跑100公里的速度的潜力 你叫他开50公里 当然是相对容易的 那固然这是从潜力 从可能性来讲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我也知道 大家经常会看到 中国在发展上面 有不少挑战 你比如说第一个挑战 人口老龄化 那么人口老龄化 确实在我们国内是已经出现的 那么有些学者跟有些舆论会比较悲观 这个悲观就是说 你可以看 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地慢 像日本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出现的人口老龄化 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呢 那这里呢 我想讲说 人口老龄化对我们不是没影响 但是日本跟中国在发生人口老龄化 中国跟其他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他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 然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技术在世界最前沿 那我前面谈到 高收入国家产业技术属于世界最前沿的时候 他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到3.5% 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当中来自于两部分 一部分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靠科技靠创新 一部分是靠劳动力的增加 那人口老龄化 代表人口不增长 劳动力不增长 那么一般发达国家在达到3到3.5%的增长当中 其实他们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 一直是百分之后很稳定 所不同的是你这个国家 由于自己生的人口或是外来劳动力多 人口增长能够达到一个百分点 那你这个国家就有3%的增长 如果你这个国家由于外来人口多 再加上自己出生的人口能达到1.5个百分点 那你就能够有3.5个百分点的增长 那些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它人口增长没有了 只剩下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低高 所以它的增长必然由3到3.5%降到2%左右 所以它是慢 但中国呢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我们在产业升级上面的空间非常大 技术创新的空间靠后来者的优势非常大 在这种状况之下 即使说劳动生产力不提高 即使说人口不增长 我们靠现有的人口 把它从使用比较落后的技术 变成使用比较生进的技术 从它原来在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 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升级 这个机会在华达国家 基本上除非靠自己花明 但是速度很慢 但是我们靠前面讲的引进技术 来作为技术创新 跟产业升级来源的空间还很大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那么跟花达国家不一样 而且对中国来讲我们知道 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花达国家早了很多 男的60岁退休 你的55岁退休 花达国家一般退休年龄在65岁以上 如果说因为人口老龄的话 让我们劳动的攻击比较少的话 我们可以延长退休年龄来增加劳动攻击 而且更重要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劳动者的数字 劳动者的数字我前面讲 两部一个是天生的 这个大概可能改变 但霍天的交易我们可以提高 让每个劳动者有更多的能力 所以从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我想人口老龄化固然是一个问题 但不会是像花达国家那样 降到剩下2%左右的增长 那么如果比较说 德国 日本跟韩国 同样在22.6%跟美国的差距水平的时候 德国后面的16年 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是0.8% 日本在那后面的16年的人口增长是1% 韩国是0.9% 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是0.3% 可能到2035年的时候剩下0 那你即使把这个人口增长所带来的 因素造成的 我相信 中国的增长潜力 从2020到2035 还有8%的增长潜力 这是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呢 大家经常会谈到的就是 中美的摩擦 中美的竞争 美国对中国采取卡脖子 那么会不会让中国失掉了 我前面所讲的 靠引进技术 作为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来源 那么如果失掉这个来源 就怎么靠自己花名呢 那自己花名的话 成本会很高 风险会很大 那么这里就要想想看 美国现在在有些技术 关键技术上是领先的 它领先这个技术怎么来源 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然后取了这个技术以后 它怎么来有收益呢 需要市场越大 它的收益就越大 所以它应该有全世界的市场 但它如果不用中国这个市场 它卡中国的脖子 就是技术不给中国了 那它就没有中国这个市场 但我们知道在全人科技上面 投资非常大 那么它的收益多大 决定它的市场多大 中国现在是一项最大的单一市场 那么它如果这个技术不卖给中国的话 它可能就从利润很高 变成利润不高 甚至变成亏本 利润不高或是亏本 它下一期投入的能力就会小 那么它要继续维持技术领先 就会越历不成心 所以美国呢 它卡中国的脖子 是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的政治目标 牺牲它的经济利益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现在世界上的技术 高技术各方面的绝大多数是 不止美国有啊 德国也有 日本也有 法国也有 韩国也有啊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说 联合这些发达国家 全部对中国进行技术轰手 这是美国希望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上台以后 也想去游说其他发达国家 不要把它的技术卖给中国 但问题是 其他发达国家 会不会听美国的话 我前面讲说 卡中国的脖子是 杀敌一千 至少自损八百啊 美国愿意自损八百 是一个政治目标 它会想维持世界的霸权 德国如果加过美国 日本如果加入美国 卡中国的脖子 它同样要自损八百 它得到什么呢 得到是帮助美国维持霸权 对它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跟拜登通过话以后 讲得就很清楚 他不希望靠边 他希望维持跟中国的 利用中国的市场 法国也会这样 日本也会这样 那么韩国也会是这样 所以这样讲起来呢 美国它确实有 卡中国脖子的想法 因为它维持它的霸权 但是呢 到最后 它真的能卡我们脖子的技术 我相信非常少 因为接到多数 技术我们 还是可以从其他国家来获得 那么只剩下几件 很少的几件的技术 我想今天中国已经到了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利用几国体制 那么应该短则一年两年 长则两年三年 也就能够突破 而且呢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哪项技术中国掌握了 那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层面 会最低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美国今天瞧我们的脖子 等到我们这个技术 公关克服了 那我想美国的企业 会非常地后悔 因为它会失掉全世界的市场 不仅是中国的市场 所以这样讲起来 如果把这一点再考虑进去 我相信呢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发展潜力 的花费 其实是有点影响 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第三点呢 等一下 许院长或几位谈得更多的 就是探中和探达峰 那么我前面讲的 德国 日本 韩国 在追赶的时候 当时没有全球区货变软的想法 那它可以用传统的 这个柴油器的气色 可以用煤炭等等 那些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我们现在要实现 我们现在要实现探达峰 探中和 就必须用绿色的技术 再生能源的技术等等 从企业来讲 这是一个两面的故事 对像我们 重塑这样的一个企业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是为了我们的新的来源 但从传统的企业来讲的话 那你必须把传统的能源 变成新的能源 那么它的成本会高一点 但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我们有百分之九楼潜力 减掉人口应该还剩下百分之八 然后呢 应对美国的科技战的这种 需要自治创新的要求 那么可能会再付得 比过去再高一点的成本 要实现绿色发展 它是两面见 所以有利有弊 但总的来讲 我相信到2035年之前 实现每年百分之四点七的增长 这样的发展目标 我们一定能实现 那么这将是 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的实现 一方面 会给所有的企业家 带来机遇 但同时也需要 所有的企业家 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